十二、季日中午,向演员和云外更新微博,出人意外地写下了一篇向83岁著名表演艺术家牛本学习的博文。 他说,牛本老师是我十分崇敬的人民艺术家,他的模范事迹,一直激励着我踏踏实实从意。 老先生六十多年始至不渝,职责坚守的精神令人感动。 不断盘登,追求进步的态度,是我们晚辈学习的榜样。 何云伟,1981年12月出生于北京昌平,曾经是郭德刚的大弟子。 当年,郭德刚跟前人后总称何云伟爱我的大弟子。 十八岁那年,何云伟开始学校上表演。 2004年,在对云社正式与李晶合作,经常上演的节目有黄鹤楼, 学四项,闹公堂,拉洋篇,细尼游街等。 曾经在2005年北京相声商品大赛中,凭借我要幸福获的相声专业组艺等奖。 然而,由于公说公有李婆说婆有李的不明原因,何云伟,曹云金,李晶等人退出德云社。 并且,前两人和郭德刚还闹得十分不愉快。 退出德云社后,何云伟的艺术之路每况愈下。 现在的他既没有自己的小剧场,也没有固定待档,甚至平时都狠手台向上, 倒是在话剧、影视剧中,时常看到他的身影。 但是,正如牛本老师演了一辈子小角色,何云伟参加的话剧、影视剧表演也大多饰演小角色。 比如,上半年在话剧北京人剧组为一个不起眼的管家角色,何云伟竟然跟着剧组在全国辗转七个城市,两个多月。 在今日的博文中,何云伟写道,我下定决心追随牛老的步伐,自觉坚守艺术理想,增加知识处备,提高文化修扰,做艺术上的明白人,做真正有信仰,有情怀,有担当的人。 对于年轻人来说,何云伟可能比较熟悉,但对于牛本老师却不了解。 牛本原名张雪景,1935年出生于天津,六岁时失去双亲,无奈跟随在北平中电三场及后来的新颖,当司机的哥哥生活。 1946年,电影圣成绩,需要一位饰演春童的小演员,11岁的牛本被雪中,出色的出演了那个小牛子角色。 从小牛子开始,牛本从影70多年,塑造了一大批荧幕小角色形象,如《龙虚沟》中的《二嘎子》,《红色娘子君》中的《小旁》,《四百零物谋杀案》中的《看守人》,《牧骂人》中的《牧民》等。 然而,牛本虽一辈子演配角,却成了中国几代观众喜爱的电影演员。 他获得过第一届中国电影经济奖最佳难配决奖,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难配决奖,并于2017年获得第三十一届中国电影经济奖终身成就奖。 2018年5月31日,牛本入导,6月6日,在上映集团《不忘初心》,老季使命,2018我的电影档课主题活动启动于世上。 牛本在上千位党员见证下,含着热泪,完成了自己人生中第一次党员宣誓。 何宇伟在博文中最后写道,牛老用一生去践行和追求他的信念和理想,我也必将在他的感召下不忘初心,底力前行,全面继承老艺术家的优良传统,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,贡献自己的力量。 对于何宇伟这篇博文,有网友认为,不是很合适。 Bet分享时刻就说道,这么写很容易误会,Bet要学超人2015、2016不充当,尤其是2018年。 两位网友的话是有所指的,2018年,对于文化艺术界来说,是一个悲哀的年份。 所以,网友认为何云伟这样显容易引起误会,其实,在何云伟博文下的留言里,就已经有了误会者了。 祝福牛奔老师身体高健,希望何云伟好好创作,表演好属于你的向上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